我愿意担任外兼志工人员 并且我已经报名完成 办函投票下个月举行 挺韩的新人哥 已经在网路号召动员韩粉监票 说希望6月6号那一天 我们不要出来投票 为什么 待会我来告诉你们 我认为他们讲的很有道理 这也是我放在内心 已久的想法 韩粉要不要投不同意票 意见分歧但罢含团体 已经先做各种假设性 可能发生的状况 提前应应6月6号投票当天 会有一些技术性干扰行为 网友热烈讨论 6月份天气热不排除 韩粉动员排队 不管投不投 都可能刻意使队伍拉长 让大家晒太阳 降低投票意愿 一个澳部来干预投票的行为 马上通知现场的警察同仁 另外更有网友认为 会不会投票时 盖章处故意在里面 待上了几分钟 拖长整体投票的时间 尽量让后面来的人 超过4点无法投票 但这样的行为可能触法 这一次罢免投票单纯 只有同意不同意两个选项 没有人头跟背景 应该很快可以做选择 当天则是由高雄市 选委会判定 到底有无刻意拖延 投票倒数 双方也展开攻防 三星人轩红车上 古比仙高雄报道 我给你带来的 我给你带来的